大家好我是阿天 這個下午就要更新了 不過更新之前我們現在看一些小東西 首先是這個球石之界 球石之界的話 現在我們已經突破了惡王 即將要往這個叢草裂孔前進了 那現在大家都還在撲路 所以我就先沒有動 然後呢當然現在當然是在卡這個爵位 這個爵位的話呢目前就是 怎麼講呢就是 最麻煩的就是全部聖物的核心都要升到三級 那我目前的是坦克 4-4也是 這個深掘的這個條件之一 然後其他的部分呢就是欠一些欠一些 我覺得大概還要在 7-8個小時吧 應該是在8個小時之內可以解決掉 然後我目前的城鎮呢 3級都換完了 只剩一些4級的 到時候直接就跳6級好了 好所以說這是這個球石之界的部分 那球石之界換完之後呢 我已經把這個法師的術也洗掉了 準備換一些給這個戰士 因為呢有上一些戰士的角色 像是這一個母獅子 還有這一個 這個 就是那個 伊索爾德 還有這個 SP的獅子 所以說這個戰士術也要把他洗回去 然後剩下再 再洗一些給坦克啊 遊俠這個樣子 先鋒服大概就 就只能夠這個樣子 好那另外呢 當時啊 在看到SP的巴登 是一個國外國外 那應該是美 美術設計的截圖 那時候看到的圖片是 力量型的戰士 但是呢 今天解鎖的這個 史玉逢生的介紹 是力量型的遊俠 是遊俠 那當然啊 下午更新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技能 所以說不需要等到 明天才能看到技能 等下下午更新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 SP巴登 他的所有的這個技能 裝武啊 傢俱之類的 好那但是呢 我們這一次的影片呢 是要講這個密寶俠灣喔 這一次是密寶俠灣的第27期 那我覺得應該 差不多吧 我們就這樣直接用點的喔 那我剛看一下 好像也沒有什麼新的東西喔 好那這個就是什麼卓越精英英雄靈魂史也有了 29張的這個是自選英雄獎勵 然後一直到41張也沒有再繼續往後開 那這一次的這個自選英雄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次的自選英雄呢 在這一個地方 這裡這裡這裡 你可以選擇昌老師 尼耀福 尼耀福的話 目前大家好像還蠻期待的喔 這個 可以幫末日敬衛啊 加成啊 之類的 所以說這個尼耀福也是要練的 然後這個 艾倫也在裡面喔 不過艾倫也不算新角色啦 好 所以說這個是 這個 大獎的部分 那另外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次需要哪些角色呢 上一次的話呢 基本上 他的角色會對應 白鷹挑戰 所以你打一回合就可以解決了 好 那這個第一個禮拜 是凱倫夫呢跟希拉斯 這個很簡單 然後再來呢 再來的話是 我們往上看 克倫跟這個德雷斯 哇 這一次的話 白鷹挑戰是四個綠葉 哇那這個就要打兩回合 好 所以說第八關這個是 德雷斯跟這個 克倫喔 然後 剛剛不小心這個中斷一下下 是因為說有電話來 電話來呢 是說 小朋友的 手上拿的 奧特曼的那個 那個玩具不見了 我的天啊 昨天才買然後 那個什麼他又吵 因為說 怎麼講呢 就是小朋友打針嘛 然後呢 勇敢打針給他鼓勵 結果他選了一個這個 這個奧特曼 然後那是750塊 然後今天 就好像不見了 我快哭出來了 好 那我們再繼續往下看喔 然後呢 這個第1週呢 就是凱倫夫人跟 這一個 希拉斯 還有克倫跟德雷斯 大家都會有 好 那第2週的話呢 就是琵琶跟這個小羊 唉唷沒有問題喔 然後再來是 這是新的齁 這隻角色我有練耶 卡尼薩你的魯克 但是我也不知道 需不需要 只是我覺得 惡魔塔有他的話 還蠻方便的齁 好 所以說這個是 卡尼薩跟這個魯克 跟這一個 埃隆喔 所以說第2週的話呢 這一個 惡魔可能 會需要 借一下齁 不過我想 這個 這個正式符 大家都很好借啦 好 所以說這個是 密寶小羊第177 所需要用的這個角色 那我們就快速的 把這一個 功課給做完了 好 4個耀光然後30秒獲勝 OK這應該是沒什麼問題喔 你有借到這個 SP的聖恩的話 那就是人檔殺人 佛檔殺佛 那我這邊的這個編隊都還是用舊的 那沒有關係 30秒 盧克雷蒂亞應該 應該也可以吧 看一下喔 可以可以可以喔 像我都是固定都會借這個SP的聖恩 所以說非常感謝 在正式符借我傭兵的這個大大 好4個滿血前面都是戰士喔 4個滿血前面都是戰士喔 看一下喔 哎呀呀呀呀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快送來了 我的便當又來了 稍等一下喔 好 這就是我的午餐 摩斯漢堡 跟我最喜歡喝的 這一個 紅茶 哇這個超讚的 這是我的這個工作的 算是 怎麼講的 精神的泉源喔 好那我們再繼續 這個是 滿血 然後前面要是戰士 那我們就 隨便擺一下 戰士戰士 滿血滿血 現在又好用的角色這麼多 好啦隨便上一下 我現在上了5隻戰士 不過有SP的獅子 沒有問題喔 雖然說我只是紅色的SP獅子 不過 欸欸欸欸 等一下 賣了賣了賣了 那那呢 哇糗了糗了糗了 優先擊殺一名後排英雄 優先擊殺一名後排英雄 這個就 這個就 這個是不是用埃隆老鷹 然後不要 不要管那麼多 然後直接給他吸過來 好像每次都是這個樣子喔 碰到這種狀況 就是使用埃隆老鷹隊了 然後吸過來 對然後速戰速決 然後看到底有沒有過 啊如果沒過的話 就再試幾次這樣子 欸喔過了齁 然後再來 呃四亡靈凱倫 跟這個德雷斯 欸不是希拉斯啦齁 好 那就凱倫了 凱倫我有放上去嗎 凱倫凱倫 喔還沒耶 還是一級喔 但是沒關係齁 我的角色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喔 好隨便擺一下喔 我們有無敵 無敵奧登 對不對齁 凱倫的話 我是覺得應該 很快可以在 可以在祖狀夢境看到 要使用他的這個紀錄吧 他在那個什麼 像是鬥技大會啊 那些場合的話 其實算是一個 很強悍的角色喔 好 四半神虛空 然後都要活著 OK四半神虛空 我們就這一隊 都要活著 我們安之大人 對不對 這一隊 不過這隊算 算慢了啦 四半神虛空 欸那那那那 這怎麼回事 好 OK 過關 好 這個是第六關了齁 都同一個職業 耀光都同一個職業 那應該是 那應該是游俠吧 是不是 我們選擇游俠喔 耀光的游俠 游俠 齁 然後 呃 游俠 齁 然後游俠 然後 這樣已經四個耀光了吧 對不對 那我們再來一個 盧克雷蒂亞 好 哈哈 還好我有去見一個這個 SP的射恩喔 好 輕輕鬆鬆喔 好 再來 第七關 呃 四個滿血 然後小魚 必殺氣 小魚等於五次 四個滿血 好就這樣子 這是舊的齁 我應該擺上 呃呃呃 呃 這樣子在幹嘛 好 這樣子應該OK吧 OKOKOK 還好還好 好 然後再來 德雷斯跟這個 克雷恩 好 德雷斯來 德雷斯在這邊 克雷恩 然後呢 我們上個 亂上吧 反正 再怎麼樣 都要打兩次 然後 再來是 再來是 四個綠翼嘛 對不對 哎呀 還輸喔 這麼危險喔 好 然後四個綠翼 四個綠翼 再打一次 四個綠翼 這樣子 隨便擺 啊 死掉的話 盧克雷爹就抓狂了 好 衝啊 哎唷 沒有人死喔 OK 然後再來是第九關 後排都是遊俠 然後四個亡靈 嗯 四個亡靈 後排都是遊俠 看看喔 遊俠 這一個遊俠 四個亡靈喔 還有哪一個是亡靈的遊俠 喔喔有有有有有有 這個是 呃我們的那個 干涉 然後再來兩個亡靈 坦坦 OK 齁 SP的聲 哇超級帥氣喔 其實 真的蠻想練的喔 不過呢 我現在練的是 這一個 SP的梭力師 所以說我的這個 正式服的SP角色呢 呃 怎麼講 已經練好的是 這一個 塔琳跟這個 獅子 然後現在目前正在練 梭力師 但是呢 SP的聲音我覺得 哇 可以用到的地方好多喔 然後 有一隻很強的 SP的聲音啊 在團隊也這樣 好像開場也是可以直接吃四級城喔 嗯 算了啦 練都練了 現在也沒有辦法轉練喔 好那我們再繼續看喔 呃 又是一樣喔 這個 幾方英雄軍存活 所以說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就把這個隊伍直接拿來用喔 好安茲 一炮不行就兩炮 兩炮不行就三炮 喔呦 打了真之後 喔威力更強 漂亮啦 好 那這個就是 這個密寶小玩第27集 第一週的這個 算是功課喔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期待說這個 下午的更新 就可以看到這個 SP8燈的這個技能了 好啦那影片就到這邊啦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見拜拜